大家好 我叫Hema 今天我們進來 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話 就看看這個地方 很熟悉的 這裡是長洲 今天進來 就有些特別的東西 現在朋友關節先 不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先去找食物 之後我們才去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未夠時間讓我們進去 我們先去找食物 我們準備到我們今天 在長洲的一個活動 剛才說賣關節 我們今天就去一個 叫做靜修院的地方 上次我自己去了山頂 今天呢 就是給錢去做的 那 那 也是休息一兩天這樣 在這裡 那 希望看看會不會 有多些不同的啟發啟滴 這樣 這樣進去的呢 好 好 麻煩 好 麻煩 麻煩 好 好 那 我現在就 找我們房間 那 這裡就很好的 三個人 一間 三個人一個單位 每個人 就是一間房的 那 就好像 這樣 這一間房 那 這裡 這一間 那 這裡有一間 那 這裡就是一個小客廳 可以 在這裡 靜一下 那 你看到後面說 挺漂亮的景 又有露台 那 這裡挺舒服 那 想一下就最適合了 那 現在是晚上了 嗯 今天 整天 都沒什麼說過 那 因為 這裡的規矩 就是要 要安靜 那 連剛才吃飯 我沒有拍片 因為 吃飯那裡 連 就是 他建議 你不要說話 就是 靜靜的吃飯 那樣 但其實都是一個 舒服的 一個的過程 來的 去到 現在 那 一路可能看書 有些的思考 那樣 那 有些人可能喜歡 就是 去 去休息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方法 好像 給錢 給錢 買難受 沒有什麼搞 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 有些人可能選擇去旅行的 那你問我 我也想去旅行的 是不是 旅行是另一種的休息來的 那 那 這種安靜的休息呢 那 都是一個 在你的心靈上的休息 就是 我經常都說的 就是 香港人日理慢機的 很多東西搞的 就算假期 就是 去找一下不同的旅行 啊 很忙的旅行 都在裡面 就是對啦 可能我的旅行 會比較忙 就是要用盡時間 要去玩 那 但是呢 很忙的 都是這樣 那 很少在這些 在心靈上 真的要靜下來 什麼都不做 去思考一下 想一下 那 那 那 我相信不是 不是個個都可以 受到這一套的 那你問我 我都不是說 好 好 知道 怎麼去做 但是 這個都是一個嘗試來的 就是在 人的心靈裡面 都需要去休息一下 不是單單 只是 不停做 不停做 不停去買東西 去 去享受 那 心靈上的休息 都是一種享受 讓人靜下來 去 去 去思考不同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個 幾 幾好的 一個 的 練習 那 現在就準備 去 洗澡睡覺了 那 明天都還有半日時間 去 去 靜一下 那 希望 大家喜歡的 或者是你想試一下的 都可以 都可以來這些 靜修院去試一下 去安靜一下自己 去想一下 啊 究竟 我那些 很哲學的問題 人生為甚麼呢 上班為甚麼呢 不是為錢可以為甚麼呢 這些問題 都是值得思考的 那 都可能讓你有新的體會 讓你前路都可能有些不同的想法 可能你人生也有多點意義的 那 那就去這裏吧 那 如果大家都喜歡 這段影片 或者你都想在這些地方 去 怎樣來的呢 怎樣申請的呢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地方去留言 去問一下 都可以回應 去講一下 這樣 那 那 那就是這樣了 買恩 買恩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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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